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的细胞膜 细胞膜是什么 细胞膜就是在我们细胞最外面这一圈的这一层东西 那我把它放大 这一段把它放大来给大家看 它就长这样子 上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就是镶嵌在我们细胞膜上面 这东西我们叫细胞膜 如果你在课本上面看到 它会跟你讲说它叫做流体镶嵌模型 接下来你还会听到跟你说 其实细胞膜它是一个半头膜 我相信课本写得清楚 可是我自己却看得很模糊 没关系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究竟细胞膜是什么流体镶嵌模型跟半头膜是什么东西 好那我今天把这个细胞膜 我又横着看它 我把它用一个捧面图的方式来去看它 可以看到什么叫做流体 流体就是会流动的东西 什么叫做镶嵌 镶嵌就是你把一个东西 镶嵌在另外一个里面 OK那这叫做镶嵌模型 那流体镶嵌这两个字 差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它是会流动的东西镶嵌在里面 对它真的会流动 它其实它位置会不断的再去 随着时间做变化 所以你如果今天在细胞膜上面 你看到一个蛋白质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看到 它就不在这个地方了 你试试看你把这个画面放久一点 你可能放一阵子它说明它就会飘走了 对好不好这有点开玩笑 好来那这什么叫做镶嵌嵌模型 就像刚才演示的一样 好那至于半透膜是什么呢 半透膜难不成是我只能过去 一半吗 头过去身体过不去 当然也不是啊 我们的半透膜意思就是说啊 它其实具有选择性的膜 什么叫具有选择性 例如说我可以过去 你可能就不能过去 因为你不够帅 但不是啊 就是它可能针对某些条件下去做筛选 所以有些东西过得去 西方膜有些东西过不去 对于是它就变成了一个半透膜 好那物质怎么去通过细胞的 那既然是选择性的嘛 那它应该有一些穿过去的方式 想知道吗 我不跟你说 好它在我影片的最后 我给大家连结 再点过去看哦 我们现在看一看到底细胞膜 上面究竟有什么样的东西 好细胞膜其实大家可以从看前面张图 其实看到有很多花花绿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西方膜上面 大家有没有认得几个 可以跟我讲一下吗 好没关系 讲再大声我都听不到 好OK那接下来呢 我来跟大家一个一个介绍 首先紫色的 接下来这个黑色的 接下来这个橘色的 接下来这个蓝色的 它们分别是什么 第一个 这个紫色的是蛋白质 它负责控制物质的通透 通透的意思也就是说物质的进出嘛 为什么它能够这么做呢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 好那这个洞这个通道呢 就可以控制我们一些细胞内外的物质的进出 那它可能也具有些选择性 例如说我用洞的大小 或者用洞的形状来去决定 什么东西可以让它通过去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解这个蓝色的东西 这蓝色东西叫做什么 糖类 糖类它是干嘛 它是作为细胞辨识的依据 它在哪边可以看到 你有没有发现它在底下这个地方 有没有 插了很多的这个黑黑的 这个一只一只的 只有把这边变成蓝色的 好这个东西干嘛呢 它在细胞膜的外面 这边细胞膜外面嘛 这边细胞膜的里面 它细胞膜外面会插满着这些糖类 于是我就可以透过这些糖类的 这个长的形状 我就可以去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细胞 例如说你现在看到一只鹿 它的鹿角 你看它那个角 你就可以知道这是鹿嘛 对不对 你如果看到一只那个独角兽的那个角 你就知道它是独角兽 对不对 你不会看到那个鹿角之后 你会看到它告诉我它是狮子 对吧 所以我就可以去用这个它的这个特征来去辨认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细胞 OK那接下来呢 胆固醇 胆固醇是干嘛的 它是用来增加细胞的稳固性 你在哪边有看到它 刚刚你有发现它镶嵌在这种地方 它镶嵌在细胞膜的其中一侧 然后的一个小小位置 它负责增加细胞膜的稳固性 这就是胆固醇的最主要的功能 好那接下来最看到大家可能看到很多黑色的地方 黑色的地方就叫做零子双层 就是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零子双层 那双层双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 你有发现这两排刚刚好是 相反 对不对 你有发现它是双层的 一层在上面一层在下面 刚好圈圈配上叙叙 圈圈配上叙叙 有没有 这就是零子双层的最主要结构嘛 那零子双层呢 它有一个很特别 它是一个子类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穿过这一层膜 那你最好是子类 或者最好是脂溶性的东西 那为什么是脂溶性的东西 大家你们不知道 有没有拿过家里面的沙拉油 去加上家里面自来水 这是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发现油浮在水上面 或者大家喝鸡汤的时候 会发现鸡汤上面浮在一层油 你会发现油跟水其实是不相融的 但如果今天你去厨房拿着一瓶芝麻油 加上一瓶橄榄油 你把它倒在一起 我相信它会混合得非常均匀 带有芝麻香的橄榄油 听起来不错 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 只要不要被妈妈骂 记得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 好了一个 零子双层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通过去 因为它是脂类嘛 所以你如果要直接穿过这个细胞膜 零子双层部分 你最好是脂溶性会比较容易通过 好那记得大家把这几个东西 这细胞膜上面最主要的几个成分 大家记得把这重要东西把它记下来 而且告诉我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好那接下来刚刚我提到的 到底这些 哦 细胞膜 刚才我讲到的 哦 细胞膜它可以 脂溶线都可以穿过去 然后蛋白质它有一些洞啊 然后可以 有些东西可以过去 有些东西过不去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究竟怎么过去的 请大家点击到底下这个连接 物质通过细胞膜的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怎么穿过去的 而且什么东西可以过 什么东西不能过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如果等一下 大家还要点击到其他连接 我旁边会给大家连接 大家可以点过去看哦 好 那我们下个章节再见咯